今天游览吴歌窟的最后两站 女王宫以红色沙岩建造,色彩艳丽,是一座印度教的寺庙 女王宫由于其小巧精致,被发现者误认为是女人的宫殿,咱们可不要被名字所误导哦 女王宫规模小,连门都矮矮的,据说是表示在神面前的谦卑 外墙布满极为精美的雕刻,浮雕刀工流畅,在所有吴歌浮雕中首屈一指 有一种美叫废墟梅,指的就是崩密裂吧 它是一座坍塌的寺庙,完全没有被修复过,依片废墟的壮美让人唏嘘不已 吴歌哭的三日精选流结束了,可是吴歌哭的美流如一曲 哀伤的碗歌,久久不能散去,这里的每一个石头 每一座庙宇,都在无声地散发着一股神奇的力量 那是一个遥远的文明跨越时空的呐喊,或者是它轻声地叙说 小沉门 歌承说 小沉门 歌唱 歌语 小沉门 歌手 小沉门 歌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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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歌唱